男人想你入心了,才会这么和你聊天 爱的思念是情侣之间相爱的最好证明 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思念 就说明你们两个人要么不爱,要么爱得不深 不爱和爱得不深的情侣最后往往会分手 异地恋虽然会让很多情侣痛苦 但是异地恋却是检验情侣感情的最好方法 当男人想你入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爱你入心了 想你入心的男人在和你聊天的时候,一定会这么说 一,亲爱的,你来找我吧 如果男人想你了,那么他就渴望你们两个人能见一面 只不过很多时候男人在外面玩,总是戳不开身 这个时候男人就会让女人来找自己 不管是谁找谁,两个人能见面才是最好的 二,我已经在路上了 如果男人突然和你说,我已经在来找你的路上了 作为一个女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你会很激动还是很平淡 不管你心中做何想法 至少这个男人是爱你的 三,最近怎么样啊 钱还够用吗 真正爱你的男人不会让你吃苦 如果他在外面,他一定总是惦记着你 爱你的男人总是担心你 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 他这么担心,其实对你就是一种思念 四,开视频吧 当他没有时间来找你 而你也没有时间去找他 那么两个人就很悲哀了 不是很爱你的男人总会说再等等吧 而真正爱你的男人,则会开视频 他想通过另一种方式跟你见一面 因为他太想你了 好久吧 好久不见